救護車火速趕到現場 八十多歲 老婦人疑似因為熱暈倒地 頭部撞傷 婦人在單架上痛苦 身影虛弱冒冷汗甚至嘔吐 疑似熱衰竭和腦震盪 警消在旁急忙失救 惹新民眾也隨時注意婦人情況 拿衛生紙擦拭 趕緊將她送贏 她手腳事實是沒有很明顯的差錯傷 據瞭解八十三歲的張姓夫人 疑似是在烈日當頭時出外清掃 熱到暈倒 熱心民眾經過看到趕緊下車 幫忙呼叫救護車 事後發現這名熱心民眾 居然是南投醫院的院長 事實上說是沒有辦法 清楚地回答我們有點 重熱衰竭 而且冒冷汗的感覺 經過治療夫人已恢復健康 家屬都非常感謝 幸虧有院長出手相助 才讓夫人免於曝曬 及病情惡化發生憾事 記者曾偉翔陳廣任 彭云菲南投採訪報導